这年头吃的穿的好像都不安全 不少学校规定地内街的小朋友 下雨时一定要穿雨衣上学 不过萧宝处抽烟市售的21款雨衣 竟然只有三件 在产品标示塑化剂与铅含量是通通合格的 专家表示 穿着含有过量塑化剂或是铅的雨衣 有可能会影响到孩童的发育 每一件儿童雨衣的五颜六色 看起来相当淘气 但小朋友穿在身上 却有可能影响到发育 经私检验项目变成一个强制规定之后 那政府就可以依照这个来加以规范 那民众也可以依照这个来可以了解说 到底哪一些是符合国家规定的一些那个雨衣 那个消保法规定 有些东西如果有损害消费者之余的部分的话 它还是可以违反消保法 那可能的话会被处罚六万元以上 150万元以下的罚款 消保助抽烟市售儿童雨衣21件当中 竟然只有三件塑化剂与千含量 合乎国家标准 其中像是PVC聚律乙烯 也就是俗称的尼容材质 塑化剂都快要超标三百倍 女性儿童 她本身会过早的早熟 对男性儿童 可能会造成她生死 那个细观的一种变化 在签含量部分有两款雨衣也远远超过国家标准 签透过皮肤渗透到血液中 就会影响到儿童的智力发育与内分泌 签如果含量过高的话 尤其在儿童发育阶段 会直接影响到儿童脑力的部分 抽烟的雨衣当中 从大卖场最便宜一件一百一十九元 甚至到知名百货贩卖的一件 一千一百八十元的名牌货 通通不合格 建议消费者在买儿童雨衣时 除了选购标示清楚的之外 也要问问看 如果塑胶味太浓 就不适合小朋友穿了 有点TV 李天安直轩台北报导